你再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不習慣在雲端上看的話 你可以在手機或平板上面把它打開這個畫面也可以看到 或者你可能要不就把它列一下也可以啦 裡面就是一個題目 將來如果你要參加什麼證照考試的話 他就是要考你這些啦 或者像有些可能你們將來 新進人員要考試他也可能會考你這些啦 反正就是證明你會不會的一個方式 裡面的話呢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一跟二 OK 再來的話就是三 第三個是什麼呢 這個三可能會稍微難一點點 這個三就是說呢 設定什麼 考生服務網這幾個字 那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上面部分的話會有一個到考生服務網這幾個字 就這幾個字 那你在追尋裡面的話看到的話 他原來是這樣的狀態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樣的狀態 變成什麼呢 變成最後完成的這樣的狀態 那這個有點像 你之前在用 我都不知道各位沒用過樣式 樣式啦 他要長的什麼樣子 那預設的字 沒有這麼大 顏色也不對 所以呢 你要做那個樣式之前 你需要做什麼呢 做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網頁設計裡面很重要 就是叫 CSS 這個東西 假如你們去找工作的時候都會 問你說你會不會網頁裡面的 CSS 那實際上就是一個樣式的 設定啦 反正你如果不想要知道 他就是 設定什麼 把這個文字呢 設定成你需要的樣式 那我們會需要先新增一個樣式 再把這個樣式 套用上去會有兩階段 所以一 如何增加一個樣式 第二個呢 才是去把這個樣式套用上去 所以第一個 如何把這個樣式增加進來 它裡面有哪些樣式 他說 選取什麼呢 類別 然後有一個叫 Web Title 然後呢 字的大小36 顏色的話呢 是 頸 99 00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顏色部分 它開頭一定是一個頸字號 就是號碼的意思 Lumber 然後呢 它這兩組號碼 就是 R G 比 所以呢 是用這個方式 是16進位的 16進位就是0到9 0到9是10進位 它還有到A 到F A到F剛好6嘛 所以它16進位 那利用16進位的方式呢 來決定你的顏色 所以它這個顏色應該是 紅色 大概差不多99 綠色沒有 藍色沒有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什麼 暗紅色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顏色是這樣子 那怎麼樣去建立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樣式 這個就是所謂的 CSS樣式 那建立的方式喔 可能對各位來說會稍微陌生一點 不過你不用太擔心 只要找對功能 OK 那哪裡了 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各位可以看喔 CSS樣式 那它的面板 基本上是 因為我剛剛有把一個關掉 可能跟你們的位置不太一樣 可能你們在上面一點點 因為我是 把那面板關掉 怕你們到時候會找 因為你們可以記那個位置 所以那個大概是在這裡 有一個叫新增 它這個機關喔 躲得有點小啦 所以你要找一下 要新增一個CSS樣式 必須要到 下方 會有一個什麼 可能要記一下圖書 因為我看習慣這個東西 它有個箭頭 然後有一個什麼 這樣的東西 表示新增規則的意思 那你要新增一個規則 OK 點擊這個新增規則 這有點像一個機關喔 按下去它就跳出來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 你就是沒辦法 後面就做不出來 那 這個東西喔 因為 Adobe的軟體喔 它其實 那個使用的 邏輯很像 所以如果你使用過 Photoshop的話 你在使用那個 追規文你就覺得 好像 蠻好找的 所以你會一套 你要去使用到其他 它就會更簡便一點 那它要我們做哪些呢 第一個 類別 類別 那就已經是了嘛 所以不用改 第二個的話 要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什麼 Web Title 所以呢就打一個Web 然後打一個Title OK 反正字表打錯了 然後呢 再來底下這個 你要放哪裡 這個CS的樣式 那是不是要跟這個檔案放一起 要不就是放一起 要不就是另外獨立出一個什麼 一個CSL檔 不過因為這一體裡面 沒有說要獨立出一個 所以呢這個不要改 所以基本上喔 你 按下這個機關之後 只要新增這個東西好了 然後呢 按一個確定 按下確定 按下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 幫你產生一個樣式表檔 那裡面要做什麼 第一個 把字放大 它字要放多大呢 他說要把字 放大 36個像素 所以這邊的話呢 36 那 字的大小 因為這邊都英文的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 字形 縫 然後呢 這個大小Size 應該看懂了 OK 然後呢 你就把這邊改成36 後面的話呢 它有很多單位 預設的話呢 就是PX PX就是像素了 所以不用改 36個像素 那這個就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顏色 顏色實在在哪裡 Color 有沒有看到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這邊也不用切啦 你就是字形 裡面的這個 36個Pixel Color的部分呢 直接把後面這邊有個框框 輸入 你要的顏色 或者是點這邊也可以啦 它也會出現嘛 深紅色是哪一個 應該是一個啦 或者你可以自己把它打上去 然後 99 00 00 那這個時候呢 顏色還是白色 如果你把它 點開 移開它 你會發現呢 顏色就改變了 所以36 然後這個顏色 這個時候呢 請你按確定 或者你按套用一下 套用一下 套用之後呢 再按確定 好像都一樣 按確定好了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 在全部裡面 全部裡面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就會幫你出現一個叫 Web Title的一個 樣式了 那這個樣式基本上 做出來的 第一個 但是你現在 效果要怎麼樣 把它套用上去 那第2個部分 如何把這個 CSS樣式 套用在這個文字上面 很簡單 第一個 選它 第二個 找下方的CSS 第3個呢 在目標規則裡面 會有個新的類別 叫做什麼呢 Web Title 那因為呢 你多了它 也設定好了 選取 這個你要的 點它會怎麼樣 它會幫你把36號字 跟那個顏色 套用在哪裡呢 Web Title上面 OK 移開 就是了 那其實你說 老實那樣式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以前好像就選一下 設定兩個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因為樣式 有點像是 如果你的 網頁以後 很多網頁 那每個網頁都會有個Web Title 那每個網頁 你要做 一模一樣的樣式的話 有的說難保啦 有的字跟 字大小 不一 容易產生錯誤 所以如果你另外再開一個網頁 一樣把它選起來 假設你這個 另外一個網頁 你一樣 可以再把這個 樣式表檔 點擊到 它又一模一樣的樣式 OK 因為這不是 我只是做個demo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 建立一個 CSS 樣式 特別就是這個 從哪邊呢 從這邊進來 好 然後呢 給它一個名稱 設定這兩個東西 字形大小跟顏色 再利用什麼 這邊有個CSS 套用一下 就把它套用上去 這裡的話 我想畫面 先 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這邊可以學會 如何建立 那個 網頁裡面的 CSS 樣式 好